绿岛乡民代表会第二十届第四次定期会议 特别在下午时间由主席何富翔带领代表们前往绿岛灯塔来了解问题 中寮这边现在被我们灯塔 我们灯塔现在也开放可以让游客可以进去参观的 但是我们现在黑游有国家 我们下午也有很多游客在这边玩水 所以我们这边要规划为停车场 因为下午很多人都会在这边 所以说这边规划为停车场 还有包括有流动测试也好这样 那我也拜托东莞处林处长 他也答应我说要在这边 所以我现在林处长是给我讲说 要叫相公所看这边的地幕 看这边的地幕 它是属于什么地幕 或是怎么样赶快拨给他们东莞处 可以允许他们能够在这边设立停车场 计划请东莞处来协助我们地方上 就是在灯塔附近乌游窟以及广场这边 来设立停车场 举利美化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好 经我查这个土地它的使用分期 是广场兼停车场 在我背后这边有三四块土地 有一块是相公所所拨用过来的 那其他有两块地是交通部航港局 至于前面这边是可以来做利美化 那后面这边可以来做停车场 这样的话设施设置之后会带动这个地方的观光 主席何福祥也说 未来还会继续跟相关单位 东莞处等一起共同研讨 停车场等相关议题 希望透过地方检讨 让建设可以更好 东台新闻 郑大方 温格 吕宜清 采访报导